海軍隊戰隊一直以金石形象著稱 不過接連發生誇張狀況 龍泉新訓中心被發現 掉了一把四五手槍 退伍後勤官爆料 當時上級要督導 原本要把槍枝放在聯合洩庫 但銀長決定要放在 沒監視器的庫房 遺失後還被要求負責 很不可思議 掉槍就算了 然後還掉包 甚至還要隱藏 這個國防部一定要 徹徹底底的處理 這個一定是軍紀處的問題 陸戰挖人退伍的江啟成 也覺得不可思議 不見沒照SOP通報 反而想隱瞞 銀長還要後勤官 拿一把真槍出來 再透過自己的管道 請人做一把 一模一樣的假槍混沖 後勤官擔心後續 有法律責任不配合 反倒被上級針對 定得滿頭包 受不了身心鋸皮退伍 我們認為並不單純 應該予以徹查 因為它不僅是一個軍紀的問題 也是一個治安的問題 甚至有沒有試射 國安的一個相關情況 藍綠國防立委都看不下去 退伍軍人也說 這種狀況十幾年前早就發生過 只是沒人發現 早年我在軍中服務的時候 其實都有過這樣的事情 沒有想到經過二三十年 現在依然是這樣子的一種作風 不只真槍掉了 陸戰99率也遺失兩具 T勾腰步槍槍擊 這是步槍的重要核心零件 子彈擊發退殼都靠它 現在不見了很可能已流入市面 成了黑槍的重要部位 槍擊是一把槍裡面最重要的 這個豬員 這個重要的槍擊 這個豬員掉的話 那這把槍其實就不能用了 前陣子空軍和海陸賣槍 國防部長震怒喊清查 但還是沒查出來 主觀不簡單繼續藏 這次東窗事發 看來不只生不了關 還可能得吃老飯 這次文化消息狀態 與台北常常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